记者罗天宾台北报道,下届总统大选先期工作即将启动,国安局在108年度的预算中,已编列8718万元经费,作为购置大选维安各式车辆39辆,以及相关软硬体与警卫据点所需设备之用。 根据已送交立法院的108年度国安局公开预算书中显示,国安局明年度将增购及态换第15任总统、副总统大选安全维护工作所需竞备车辆,车辆经费合计为5883万元,政府总统大选安全维护所需通资讯装备,及警卫据点数目设备购置经费为2835万元。 相关车辆包括,5人坐教室警备18辆,需2340万元,7人坐修律警备车6辆,需1800万元,9人坐乡市警备车6辆,需1320万元,150cc机车6辆,需33万元,太缓于03.3吨载重警备,或车3辆,需390万元。 至于是哪家车厂的哪一型车款届时会确评重选,相关人士今天说,要开招标结果而定,没有预设立场。 根据108年度国家安全局公开预算书内容显示,国安局对下届总统大选维安工作的评估作业,是以三组候选人,每组有政府总统候选人各一,共6个警卫对向维安编组为估算,进行维安车辆与装备的准备, 与2016年总统大选时期的维安编组装备数量相当。 相关人士表示,若届时具有资格的候选人增多,国安局会议预备组的人力来执行,若选举期间维安状况增多时,则会机动调赌国安局特勤中心。 警仲署警官队及宪兵指挥部警卫大队的人力进行支援,务必让大选维安任务顺利执行。